祈祷 祈祷我靠世家 在地永生命水 往世永世家留下 白白死人心静 世自家 世自家 永世我的荣耀 我中最多心静 为靠耶稣 保全 我与祝同顶持家 和祂同彰 祈祷通空 祈祷隐行 祈祷我心 不再世 祈祷祷 十字架 勇持我的荣耀 我从最多心情间 为靠耶稣高选 我因知乎之别的 自传耶稣基督 因祂为我的学家 死后三月复活 十字架 十字架 勇持我的荣耀 我从最多心情间 为靠耶稣高选 究竟我没有所谷 但我救助世家 世界对我一定死 我已死对世界 十字架 十字架 勇持我的荣耀 我从最多心情间 为靠耶稣高选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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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面对面 他是很高兴 主还是能够用着网络的平台 让我们能够一起来 分享主的话语 那在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带领我们在这样一个 疫情的时候 主我们仍然能够聚集在你面前 主一起来听你自己 要对我们说的话 主啊 你说过 当洪水泛滥的时候 你仍然坐着为王 主 我们相信主 你仍然在管理整个的环境 主 我们就愿意 把我们周围的这些环境 也包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都恭敬地交在你手中 主啊 你亲自地来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个疫情中 主 我们能够更多地 明白你自己的话语 也能够更多地亲近你 主 我们也把这段的时间 也恭敬地交在你手中 主啊 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 也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 吹听我们的祷告 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想当Moses弟兄 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那时候是在 我记得是在七月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封城 那我当时就在想 等到八月底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重新开始 这个实体聚会了 但是想不到现在 每天的病例 现在还是直线在上升 那离解封呢 也是好像遥遥无期 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家里面 待得怎么样了 我想可能每个人都盼望 能够尽快地来解封 那前不久呢 我看到一幅的漫画 那上面呢 有一个胖子呢 他刚刚呢 解封呢 从家里出来 那大家看见他呢 就说 哎呀 好久不见 你都胖弱两人了 我想封城呢 带给我们两个大的改变 一个呢 有可能是我们的体重增加了 那另一个呢 可能是我们的头发呢 长长了 尤其呢 如果你是弟兄 如果你的发型呢 现在还保持的不错 说明呢 你姊妹减发的水平呢 也肯定非常的高 我想这次的疫情呢 打断了很多人的计划 那有的人呢 可能是要回国的 现在呢 回不去了 那有的人呢 可能呢 他是要去旅游的 现在呢 哪里也出不去了 那有的呢 可能他是考虑要换工作的 现在呢 都因着疫情呢 都完全的停顿下来 因为呢 变化真的是比计划呢 要快 那我儿子呢 今年呢 正好也是赶上高考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高考呢 受影响呢 是最大的一届 那他们的模拟考试呢 现在呢 都全部呢 都改到在网上举行 那现在呢 还不知道 到正式的考试的时候呢 要怎么样去改 那当我们看见 我们的周围 有这么多的事情 在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看见 这些的变化 甚至严重的影响 到我们生活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 问神说 我们说神啊 你不是全能的神吧 为什么现在这个情况 会这样呢 难道你不伸手来管理吗 我们觉得呢 我们的神呢 是不是搞错了 但是我想有个弟兄呢 他说得很好 他说神从来不会说 哎呀 你知道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哎呀 搞错了 又搞错了 但是呢 他说神从来不会 神不会说 哎呀 不小心呢 把这个新冠病毒呢 给放出来了 或者说呢 哎呀 这一不小心呢 又把这个 Delta病毒呢 传开了 搞得你们呢 每天呢 都被关在家里 神呢 从来不做错事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呢 都在按照神的计划和目的 在那里进行 那神的计划是什么呢 所以我想借着罗马书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我们一起呢 先来读几段的圣经 第一段呢 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 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那第二段圣经呢 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 第八章第二十九到三十节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因为他所预先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定 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下一段圣经 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那最后一段的圣经 是在西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十节 西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十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事而宜的 好 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 那我们知道呢 罗马书呢 是保罗在第三次的旅行步道的时候呢 他在希腊的哥林多所写的 那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 他也有一个计划 那就是呢 他很想要到罗马去 一方面呢 他很想去见见在那里的弟兄姊妹 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呢 分给他们 兼顾他们的信心 那另外一方面呢 保罗也知道罗马呢 是当时世界的中心 是福音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的要地 所以他要借着罗马呢 要把福音呢 传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想这个是保罗的计划 所以他请了在罗马的弟兄姊妹来 为他祷告 求主呢 能给他得着一个平坦的道路呢 往罗马去 那神呢 一面呢 听了他的祷告 保罗呢 他最终呢 到了罗马 另一面呢 神也没有完全听他的祷告 因为保罗呢 他不是得着平坦的道路呢 去到罗马的 我们知道保罗去到罗马的道路 不仅充满了危险 他自己呢 也是带着锁链呢 去到罗马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每个人可能对着未来 对着我们所有的这些的 以后要做的事情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但是我们知道说 神的道路呢 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呢 也高过我们的意念 那罗马书呢 是一卷讲到福音真理的书 那从这些福音真理的里面呢 我们看到呢 神对着我们的计划 我们常常觉得呢 福音呢 就是讲到音信称义 但是保罗呢 让我们看见 神不仅呢 要让我们音信称义 他还要让我们音信成圣 他更呢 要把我们带到荣耀的里面去 所以我们看到 神的这个计划呢 神的这个救恩呢 神的这个福音呢 是一个全备的福音 这也是神的一个 完整的这样一个 救恩的计划 在罗马书的 第一章到第五章的里面 你如果去看 从罗马书整个的结构来看 你会看到说 第一章到第五章呢 是讲到音信称义 那第六章呢 到第八章呢 是讲到音信成圣 那第九章到十一章呢 是讲到犹太人呢 和福音的关系 那十二章到十六章呢 是讲到音信而生 是讲到说 因着信 我们应该而有的 这种的生活表现 那你知道 在一些基督徒的观念的里面 他觉得信主呢 最大的好处呢 就好像呢 是买了一个保险 这个保险呢 不仅保现在 你信了主以后呢 现在呢 主就可以来帮助你 而且呢 这个保险呢 还可以保你的将来 你死了以后呢 不用下地狱 可以上天堂 这么好的事 那为什么不信呢 所以你看到 有些人呢 他是这样来信主的 所以你发现 有的人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光在那里 讲神的爱 哎呀 神要爱你 神要祝福你 你信主呢 主就给你很多的福气 给你很多的好处 我们好像是一个商品的推销员 为了推销这个商品 我们光讲别人爱听的 生怕别人呢 不买了 但是你看到 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来传福音的 你看到说 保罗呢 他不是从神的爱开始讲起 而是呢 从人的罪呢 开始讲起 在罗马书第一章的里面 他就讲到 人因着故意不认识神 就落入种种的私欲和罪恶的里面 在第一章的里面呢 有一个犯罪的清单 如果你去对照这份清单的话 你就不能不承认说呢 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 保罗说 他说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 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呢 保罗呢 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说 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如果连一个一人都没有 那全世界呢 都落在神的审判的底下 因为神的愤怒呢 要显明在一切 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我想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 福音的目的呢 不是要紧张天花 让你多得一些神的爱 多得一些福气和好处 我们看见说 福音的目的 乃是要雪中送太 因为你是一个快要死的人 你是一个落在神审判底下的人 所以你才需要福音 所以我们看见说 不是神需要你 而是你需要神 主耶稣说 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 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我们都是生病的人 并且呢 我们都已经病入高黄 所以我们需要福音 我们需要神的救恩 但是如何才能够得到救恩呢 你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 我们常常觉得说 无功不受禄 我们觉得说 如果没有帮助别人 怎么好意思接受别人的礼物呢 有时候我们帮了别人一个忙 别人呢 就跑过来呢 送东西给我们 我们还常常假装客气说 我们说 哎呀 你怎么这么客气 还送东西过来 我们嘴上很客气 但是心里面呢 已经收下了 因为我们觉得呢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当我们知道 神要借着他的儿子 把救恩给我们的时候 你看见人常常的 第一个反应就是 哎呀 我怎么好意思呢 主耶稣已经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了 这么宝贵的救恩 怎么可以白白的来给我呢 我总要做一些 做一些什么东西 才能够配得上这个救恩吧 你看到 马丁路德呢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都知道 马丁路德 他是改教的先锋 但是你知道说 当他刚刚开始 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 为了得到救赎和重生 21岁的马丁路德呢 他就放弃了继续在大学里 攻读博士学位的 这样一个远大的前途 他跑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呢 去当修士 他想通过苦修呢 去得到救恩 你知道那时候的修士呢 都是呢 每个人呢 只有一个很小的房间 里面呢 除了一张床 一把椅子呢 什么都没有 而且呢 窗户一打开呢 面对的呢 就是一个目的 门呢 也没有上锁的 因为修道院的院长呢 随时呢 都要进来检查 马丁路德 在修道院里面的生活呢 非常的艰苦 他常常呢 在那里进食 常常就是三天呢 不吃一口饭 他也不喝一口水 而且呢 常常在那里 彻夜的 在那里祷告 冬天呢 也穿很少的衣服 因为他想靠着 外面的这些的苦修呢 一面呢 去压抑他肉体的 这些的罪行 一面呢 为自己的救恩呢 积攒一些的功德 但是呢 也就是在修道院的 那段时间的里面 神呢 让他读了很多的圣经 那两年以后呢 他就被封为神父 而且呢 是在大学的里面呢 开始来教书 当他27岁的时候 他第一次呢 去到罗马 那为了要赎罪和积功德 他就去爬一个 当时呢 有一个大教堂里面 有一个比拉多的梯子 那是一个 有28级台阶的 这样一个大理石的 一个台阶 为什么很多人都要去爬呢 因为据说呢 这个呢 是当时比拉多 总督府的一个台阶 那主耶稣呢 曾经走过这个台阶呢 去接受这个比拉多的审判 所以呢 他们把这个看成呢 是天主教的一个圣物 而且呢 这个呢 是罗马皇帝呢 康斯坦帝的妈妈 从耶路撒冷呢 把他千里迢迢的 带回罗马的 所以呢 很多人从此以后呢 他们就去爬这个梯子 怎么爬呢 就是你要用膝盖呢 一级一级的呢 往上爬 这样呢 才能够显出你的前程 才能够赎你的罪 为你呢 积功德 所以当马丁路德 也在那里 爬这个梯子的时候 但是呢 当他爬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耳中呢 突然听到一声的巨响 他听到一声的雷声 然后呢 罗马书第一章 十七节的经文呢 就随着这个雷声呢 打进了他的心里 那节的经文呢 就是 一人必阴性得胜 马丁路德呢 他自己呢 是圣经的教师 他之前呢 就读过这句话 他一直在那里思想这句话 当他爬到这一半的时候 神再一次把这句话呢 打到他的心里 就在那个时候 他终于明白 就问了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也不是靠自己的功德 而是完全呢 是神的恩典 你要的 不是去爬梯子 你要的 不是去记功德 你要的 乃是要去信 你信主耶稣的血 已经洗尽了你的罪 你信主耶稣的死 已经还清了你的罪债 你就得着了这个救恩 所以你看到 这个救恩呢 是一个白白的恩典 不需要你做什么 因为如果是你赚来的 那就不是恩典 那就叫公价了 正是因为 不需要你去做什么 那才叫做恩典 所以保罗说 他说如今 却蒙神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 救赎 救白白的诚意 因为救恩呢 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完全是神起手的 救恩也不是 我们去把它做出来的 完全是耶稣基督 他所成功的 所以我们在救恩的上面 我们没有半点的功劳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接受 这个白白的恩典 我不知道在看直播的 有没有福音朋友 那基督的信仰呢 完全和其他的宗教 不一样 其他的宗教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上天堂 你就要修桥不路 你就要积功积德 但是基督的信仰呢 很简单 他只需要你承认 自己的罪 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生命的救助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 这也是很多人 觉得很难的地方 因为你首先呢 你要直面你自己的罪 你要承认呢 自己是一个罪人 你要承认 你自己呢 没有办法拯救自己 人既然没有办法 靠自己呢 能够得救 那就只能去仰望 神白白的恩典 所以在三章的 二十五节里面 讲到说 神是里 耶稣做网回忌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所以救恩 是神主动的行为 是神拆他的儿子 将士 为我们这些罪人 钉在十字架上 主为我们流了宝血 但是需要人 借着信心来接受 当我们愿意 来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 神就称我们为义 我们就会放在基督里 我们就披上了基督这个义袍 神不再直接看我们 而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 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都成了新造的人 这是神莫大的恩典 但是救恩 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 或者说 神对着我们的计划 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 我们得救之后 是不是就等着在这里 等着上天堂呢 那有人说 他说 我以后呢 也不想得什么赏赐 我只要呢 在天堂里呢 只要能够看看门 扫扫地就行了 我想那是因为 你没有好好看圣经 如果你去看起书路的时候呢 他讲到说 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呢 那个是黄金街 那个是碧玉城 那时候呢 没有什么坏人 不需要你去看门 而且呢 那里的街道呢 都是透明的 也不需要人去扫地 我们常常呢 把这些呢 作为我们不追求的借口 但是呢 你看到 神把我们 从这个世界的里面 救出来 不是让我们 只是等着上天堂 而是要我们 在每一天的工作 生活的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 被主来改变 我们能够在地上呢 为主呢 做一个荣耀的见证 我想所有 有心追求主的基督徒呢 都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被主的爱感动 我们想要来爱主 想要来报答主 然后呢 我们真的盼望自己呢 我们立志呢 要按主的要求呢 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你发现呢 我们一开始 还能够勉强地做到 但是时间已久 我们就发现 我们实在是 做不到神的要求 神说要温柔 但是呢 如果我整天看见 我的弟兄呢 他在做错事 孩子呢 在那里哭闹 你说我怎么可能温柔呢 神说要谦卑 但是呢 我们这个人呢 常常呢 就是假谦卑 里面呢 比谁都骄傲 神呢 让我们要赦免人 但是呢 别人伤害我们的地方 我们始终呢 都无法去赦免 那前不久呢 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 我们在一起交通 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 里面呢 就讲到说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那有个姊妹就说 他说呢 现在呢 因为疫情呢 我们整天关在家里 那之前呢 是老公上班 然后呢 孩子上学 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 现在呢 大家都因为被关在家里面 大家呢 都是抬头不见的 低头见 人多 是凡 他说呢 他常常的是 忍耐呢 生埋怨 埋怨呢 变生气 生气呢 最后呢 就爆炸了 爆炸完以后呢 他就非常的后悔 我想我们常常呢 都是这样 我们呢 很想做好 但是呢 环境一来 就把我们里面的肉体呢 完全的显露了出来 我们还有一个姊妹 他也是一个非常追求的姊妹 那他呢 他家呢 是住在 现在被化为 这个重灾区的 这样一个区里面 那他家里面呢 也有两个 两个年纪很小的孩子 那他们呢 是住在一个townhouse的里面 那个townhouse呢 里面呢 也只有三四户的这个人家 那疫情开始以后呢 都已经开始封城了 但是呢 他发现邻居家里面呢 还是很多人呢 在那里 人来人往 进进出出的 他后来一打听 才发现原来 这一家中东人呢 是在那里 也是做那种 代购的那种 然后呢 经常呢 就有人呢 跑到他家里呢 来这个拿货 这个姊妹呢 他就很紧张 他就怕呢 这个人来人往 万一把这个病毒 带进来怎么办 不仅呢 传给大人 如果传给孩子的话 那就更麻烦 他就想 我是不是要去 举报我的这个邻居 后来呢 他就和他的弟兄呢 商量完以后呢 他就打电话呢 给警察 去举报他这个邻居 但是你知道 澳洲这个警察的效率 等这个警察来的时候呢 天都已经黑了 所有的这些 他邻居的这些客人呢 全部都已经走了 那第二天呢 他在陪孩子 在院子里面玩的时候 那个邻居呢 就走了过来 那邻居就跑过来 问他说 他说你知道 昨天这个警察来了吗 这个姊妹 他就装得不知道 他就说 哦 是吗 怎么了 那个邻居说 他说 我们被人家举报了 你知道是谁吗 这个姊妹呢 他就非常的纠结 他说 我说什么好呢 我不可能告诉他 说是我举报你的 所以呢 他有一半年 最后呢 他还是说 他说哎呀 我也不知道 他说完之后呢 他就说 圣灵就在里面 在那里责备他 所以你看到保罗呢 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面 保罗说 他说 我也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我想这是一句 很多基督徒 都很熟的一句话 越是有追求的基督徒呢 他对这句话的经历呢 就越多 当我们得了这个 因性称义的地位之后 我们常常的想过一个 讨神喜悦的成圣的生活 但是我们常常呢 就落入了保罗的这句叹息 立志行善由得我 但是行出来呢 却由不得我 那我们怎样才能过一个 得胜的生活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胜过 肉体和世界的捆绑呢 当保罗在那里呼喊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呢 但是接下去保罗就给出了 我们得胜生活的一个秘诀 那就是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 讲到说 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有人说 这是什么秘诀啊 我也靠啊 但是呢 靠来靠去还是靠不住 那上个星期呢 有个姊妹呢 在聚会里面呢 就分享了她的经历 她也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姊妹 她说呢 她十几年前呢 就参加我们中间的聚会 并且呢 她也参加过当时的 这个山区的家庭的聚会 而且那时候呢 山区的家庭聚会呢 正好在查罗马书六七八章 她听说呢 这三章呢 是讲到基督徒的得胜之路 她就满怀希望的 她就跟着弟兄姊妹的车呢 去参加聚会 因为那时候呢 她非常渴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但是她说 参加完之后呢 她就觉得很失望 因为呢 她本来以为说 哎呀 得胜肯定有一个什么秘诀 但是呢 答案呢 就是要靠主耶稣 她说 我早就知道要靠主耶稣啊 但是靠来靠去呢 就是靠不住 最后呢 还是失败了 她说之后呢 她也听了很多讲台上的弟兄 来分享这方面的信息 那她自己呢 也有了更多的经历 那最后呢 她在那里分享 她说 她说这么多年经历下来 她觉得呢 这个答案呢 其实呢 就真的是保罗的那句话 就是需要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呢 她越经历自己的失败 她就越感觉到 很多的时候 我们嘴上说要靠主 但是常常呢 还是靠自己 每一次呢 当我们靠着自己的智慧 靠着自己的努力 靠着自己的忍耐去做的时候 最终呢 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她最后呢 只有回转到主的面前 求圣灵呢 来帮助她 胜过罪的捆绑 胜过肉体的瑕疵 所以她说 真的到最后 她发现说 只有一条路 就是回到主的面前 来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发现我们常常呢 我们总想要得到一个 好像一个密集 想要得到一个至圣的法宝 在英文里面讲到说 是一个silver bullet 就是说 神呢 只要告诉我们一招 我们就可以搞定 所有的问题 但是你看见 神要的 不是解决我们的问题 神的计划呢 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的生命 不被改变 一个问题完了以后呢 还有下一个问题 神不是我们的仆人 神不是要专门来搞定 我们所有的问题 你看到说 神他是我们的主 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 他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而你发现说 生命的改变呢 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够来改变 因为我们的肉体呢 实在是太大 所以神不断地需要 借着这些的环境 让我们来学习 如何让他 在我们的生命中 能够完全地来掌权 所以你发现 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们仍然呢 需要去信 我们要相信 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主 他的生命 是复活得胜的生命 这个生命 不仅能够吞灭一切的死亡 这个生命 也能够战胜一切的失败 而这个生命呢 现在就在你 就在我的里面 只要我们每一天 靠着这个生命生活 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所以保罗在第八章那里面 他讲到说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呢 因为我们常常随从我们的肉体 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 失败就是我们的必然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 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们常常面临了两个选择 我们是选择体贴肉体呢 还是去顺服圣灵 有人说 他说我也想顺服圣灵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常常呢 这个肉体呢 又跑出来了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我们这个人呢 其实在我们这个肉体的里面呢 生活了很多年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 我们都是活在这个肉体的里面 我们已经习惯了 按照肉体的方式去生活 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 当主的生命进来以后 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后呢 你发现常常这个征战呢 就来了 当我顺从肉体的时候 圣灵的责备呢 就来了 所以我们看见说 当我们下一次要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需要来想一想 到底我是要顺从肉体呢 我还是要来顺从圣灵 那有人说 那我们的失败到底有没有意义 我想我们的失败仍然是有意义的 因为所有的失败 是为了让我们下一次 能够更快的能够来转向主 转向圣灵 所有的失败 都是为了下一次 让我们能够不再靠自己 而是要来靠主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失败了 你不要灰心 下一次当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快的站在主的一边 所以基督徒不是消极的去认为 既然我做不好 我就什么都不做了 而是我们需要积极的运用我们的意志 我们去顺服圣灵 我们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所以你看到主要接着我们周围的环境 他要来雕琢我们 他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 他要让我们的生命呢 被主来改变 所以我们看见主的救恩 不仅仅是阴性成义 他还要让我们阴性成圣 我们看见主的保血呢 是对付我们的罪 我们看见呢 主更要借着十字架呢 来对付我们的肉体 所以你看罗马书的时候 你发现罗马书的前五章呢 是讲到多数的罪 是讲到我们的罪行 主的保血呢 是对付我们的种种的这些的罪行 他的血呢 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 那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呢 是讲到那个单数的罪 就是讲到我们的罪行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老我是靠着十字架来解决的 在罗马书第六章的里面呢 他讲到受尽的问题 他讲到说我们借着受尽 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把我们和我们的旧人呢 一起带到上面呢 一起定死了 当主复活的时候 我们也与主呢 一同复活 一举一动呢 都有新生的样式 那当我们活在这个新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随从圣灵的时候 我们呢就走在这个阴性成圣的路上 所以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的里面 我们都很熟悉 有一段经文 他讲到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万事呢 包括好的事 也包括不好的事 神在我们周围呢 安排了各样的环境 你发现呢 有些环境呢 就沉入我们的十字架 一面呢 显出我们的肉体 一面呢 也让我们学习怎样靠着圣灵呢 来过一个阴性成圣的生活 那疫情是不是这个万事里面的一件呢 那当然也是 那如果是的 如果是的话呢 我们也能够从中呢 得到益处 那有很多专家告诉我们 疫情以来呢 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呢 都变好了 因为呢 人的活动减少了 环境污染呢 也减少了 甚至呢 连车祸呢 都少了很多 那另外一个积极的方面 是我们发现呢 教会里面参与这个线上聚会的人呢 也多了 在疫情之前呢 我们Open的家庭聚会呢 最多呢 也是只有二十多个人参加 那现在呢 有三十多个 多的时候呢 甚至超过四十个人 那我们周六呢 在也有一个圣经概览的一个学习 那以前呢 疫情之前呢 那最多呢 也就是四十个人左右 那现在呢 这段时间呢 都超过五十个人来线上来学习神的话 因为大家呢 都待在家里面 现在呢 都有时间去参加聚会了 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说 我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呢 我们不要等到疫情一过呢 我们又去各忙各的 又把主放到一边 又像以前一样 聚会呢 还是那些人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在疫情的这段时间的里面 我们仍然能够联余元首基督 也让我们相信 我们的主呢 他掌管整个的环境 因为我们的主 他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主在地上 给我们安排了所有的环境 都是为了要来雕筑我们 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 因为我们的主呢 他所要的不是一个 刚刚得救的一个婴孩 主所要的是一个 有成熟的儿子的生命的 这样一个基督徒 就像希伯来书第二章 第十节里面讲的 我们的主 他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到荣耀里去 所以前面的弟兄呢 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现在呢 其实都是在一个 王子训练班的里面 因为我们里面呢 都有王的生命 我们今天在地上 所经历的 都是为了帮助我们 将来有一天 我们能够和主 一同在那里掌权 一同在那里做王 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 不要轻忽 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而是我们需要看见 那个荣耀的结局 并且因为我们看见 那个荣耀的盼望 我们能够接受主 现在今天在地上 为我们预备的 各种各样的环境 所以我们看见 主给我们的这个救恩 不仅仅是因性成义 更是因性成义 更是因性成圣 更是因性的荣耀 那在接下去的 罗马书的九到十一章 那里面 讲到呢 神对着犹太人的计划 犹太人因着弃绝基督 救恩呢 就临到了外邦人 但是主呢 并没有丢弃犹太人 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从旧约的 撒加利亚书 我们看到说 以色列的全家呢 那时候都要得救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福音的范围 不仅是对着外邦人 也包括犹太人 那当保罗讲完了 神这个全辈的救恩之后 十二章到十六章呢 是讲到救恩 在生活里面的实行 是讲到我们如何因性而生 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呢 我们怎么样让人能够看见 一个救恩的见证呢 在这里保罗呢 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路 那就是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要想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 我们必须要先 把自己奉献在主的面前 这个奉献不是 牧师和传道人的特权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应该去做的 奉献呢 是讲到主权的转移 以前呢 是我们自己 是做我们自己的主 但是当我们把自己奉献 给了主之后 我就是主的人 我凡是要听主的吩咐 我凡是要遵循 神的旨意 那前面的弟兄呢 一直告诉我们 如果基督徒呢 还没有过奉献观 他属灵的路呢 还没有开始走 因为你的主权呢 还没有交出来 你还是你自己的主 所以我们看见 奉献呢 它不仅是一个观 奉献呢 它也是一条路 你只有持续的把自己 放在祭坛的上面 火呢 才会一直在那里燃烧 因为在旧约的里面 我们讲到说 祭坛上的火呢 是不可以熄灭的 祭司呢 早上要献祭 晚上呢 也要献祭 因为如果没有祭生 摆在那个祭坛的上面 祭坛的火呢 就要熄灭 那记得在13年的时候呢 陈吉正弟兄呢 他带我们一帮的弟兄姊妹呢 去以色列 有一次学习之旅 那有一天呢 我们就去到 以色列最南边的 别市坝 在那里的景点呢 有一个祭坛 不是很高 我们团里面呢 有一个胖胖的弟兄呢 他就直接呢 躺在了上面 他说 我要把自己呢 当作活祭 那我们就赶紧说 刀在哪里 他就赶紧跳下来 你发现说 我们躺在祭坛上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要 一直躺在上面 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一个考验 我想我们每个人呢 可能都有的人呢 可能他是过了奉献的 这一关 但是我们一生 是不是都能走在 这条奉献的路上 我们常常在那里祷告 我们祷告呢 求主降下复兴的火 但是如果祭坛上 没有祭生 神说你要 神说你要我把火点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看见说 一个一直把自己奉献 在主手里的人 主才能够在他的身上 不停地在那里做工 所以当我们看见说 在讲到救恩的生活之前呢 保罗呢 他是先讲到奉献 只有一个奉献的人 他才能够被教导 怎样过一个教会的生活 怎样过一个家庭的生活 他也能够在工作的里面 在社会的里面 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这是整个罗马书 给我们所看见的 所以我们看见 罗马书不光是讲 因性称义 也是讲因性成圣 讲到因性而生 接着罗马书 我们看见 神在永恒的里面 的那个计划 神的计划是什么呢 神的计划就是 他所预先定下的人 他就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因为神要借着圣灵 在我们的身上做工 他要把我们都磨成 他儿子的样式 然后他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到荣耀的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灰心 虽然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解封 虽然我们现在呢 还是呢 都被关在家里 但这呢 我想不过也只是 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说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能够得到益处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见 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不管是疫情也好 不管是战争也好 不管是天灾人祸也好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主来的日子 尽了 如果主真的明天就来 我准备好了吗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在那里 谨慎自首 行行祷告 我们好好在这里 我们来预备自己 我们来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谢谢你 把这句话来给我们 主我们也感谢你 把罗马书这卷书来给我们 主因为借着这卷书 我们真的看见 你在永恒里面的计划 我们也看见 你真的要在我们的身上 做工做到一个地步 因为你不仅仅是要 让我们因信称义 你更是要让我们因信成圣 你更是要帮我们带到荣耀里 主啊为着你给我们 把这个荣耀的盼望 主我们真的要感谢 要赞美你 主啊求你继续地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能够在 每一个环境中 主啊都能够继续来依靠你 主啊也让我们 真的能够在地上 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 主啊当你来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地 站在你的面前 主耶稣我们把一切的感谢 赞美都归给你 宗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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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